那就是联盟这边的境况 我看到就是台湾的这个战友 还是就是坚持不懈的 就是在这个去户外啊 然后跟这个台湾的民众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中共的这个邪恶 所以我看到他们还跟新的这个立法议员 立法议员对他们也开始了 就像我们在美国走进白宫 去跟一些议员去交流 还有像在加拿大呀 在这个英国呀牛津农场 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从一点一点的去做 去提高新的联邦的影响力 然后提高这些立法议员 或者是政府提高的人 对共产党需要的认识 这就是靠一点一点做出来 你不要我们千万别指望说 突然现在这个这个西方国家 对共产党呢完全认清了 完全认识到了 共产党呢对西方国家的渗透了 不是这样的 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做 但是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这个爆料 在过去六六七年的这个爆料 国家带着我们 然后我们不断的宣传 315过后我们也持续的在做 所以现在在西方世界影响的 这个反响是很大的 尤其是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 这些爆料的这些 这些这个情报 是吧 得到不断的这个验证 所以你想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 关注新东西人们 关注国家的案子 所以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成功吗 对不对 我们得到绝大不能的支持 所以不要去看 不要盯着这些伪类欺民贼 这帮人 这个这些垃圾 每天他天天就造谣抹黑 新东国联邦 真正的新东国联邦的影响 那是远远他们不可企及的 他们每天在干嘛 对不对 每天过去在做什么呀 每天无所事事 就天天发发文字 他做了啥呀 就像那黄河边反暴了革命 抹黑暴了革命 他过去有什么改变了吗 他是房子变大了 还是衣服变好了 还是吃的好了 对不对 什么也没有 就耗尽了他几年的时间 但新东联邦暴了革命 正有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 我们要看到这个 新东联邦的影响力有多大 这几年变了多大 所以我们千万别去 被伪类就影响了 伪类现在跳得很厉害 为什么呀 领了任务啊 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要抹黑 越要造谣 越是在网络上 你看不断的搞这个 又是搞节目 搞视频 天天这个联合起来 来抹黑 在造谣 这个联盟 造谣农场组 农场的这些人员 他们这些领了 我们干这些活 干这些脏活 是吧 就搞这些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 有这个这个 耐心 或者是有这个 心理准备 我们不然革命 新东联邦 这么大的一个组织 他们 你不可能看不到 这些苍蝇文字 是不是 你怎么可能没有 你暴露革命 内部也有人 退出暴露革命 反暴露革命 都有啊 你过去 咱们现在网络评论上 过去看到了各农场 过去曾经是 农场的一些核心人员 现在反暴露革命 挑出来说 什么爆料 联盟内部 怎么样 到今天你告诉我 他爆料啥呢 爆啥大料了 对不对 能说出啥东西 都是没有能力 拿了共产党 几个小钱 甚至有些是 自干物 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去在乎 是吧 我们要接受 这个咱们在干 这种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这个革命 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 要接受有这种 苍蝇文字 垃圾的存在 对吧 只要我们的方向 别去改变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哪怕你看 郭县 这个从315过后到现在 他都没 没在外面 爆料革命现在 做了多少事情 是不是 爆了多少料 我们战友 做了多少 这个宣传 西方世界的影响力 多了多少 这还是郭县不在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咱们已经做得 非常好了 这个委内完全是 根本他们也意识不到 他们今天在做的这些事情 有一天等 这个咱们爆料革命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 早已经被我们甩着 这个身后了 都是这些垃圾 所以我们不要去在乎他们 对 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我看到就是这个 台湾战友 还有包括那个英国的 这个钢琴架 他们都拿那个维尼熊 大家都知道 这个维尼熊是代表什么 因为最近非常火的 就那首歌叫 《龙的传人》 这个黄志明 他一下现在就超级火 对对对 然后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片尾呢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他另外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歌曲 这也是 我觉得是纪念这个香港人 就是说为了自由去抗争的 所以我就想问您一下 就是说 您觉得这黄志明 他的这个 无论是这个歌啊 还是这个音乐的视频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这么火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 您觉得他 他这些这个 就怎么就是能够打动这么多人的 这个心灵的 对 我在这个说这个之前啊 就是我先还讲联盟这边 我今天有个好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今天早上我们有个农场的这个 这个CEO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说他们农场有个战友在英国 从国内到了英国 然后申请了政治庇护 成功了 对成功了 哦太好了 今天也就是我们的昨天 他们申请成功了 恭喜 而且他的具体的政治庇护的案例 就是新同联邦暴露革命 然后灭共 在灭共 然后我们强调 这个咱们是这个 最大的一个灭共组织 哦 所以昨天申请成功了 这绝对是一个喜事啊 大喜事 太好了 恭喜恭喜 所以咱们千万不要去放弃 我们在或者是怀疑 我们做的这个正义的事情 一定要坚持 世界上真正的绝大部分 都是善良的正义的人 一定会得到他们支持 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些 对我们不利的 或者是眼前的这些苍蝇文字 天天在这边喊 是吧 真正的等待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 等待我们就是赢 就是成功 就是胜利 对